从房间里拿出一本几年前穷女座的一本蓝宝石大歌厅的研究报告 里长和老艺人廷文仲回想当年蓝宝石大歌厅的演艺盛况 当时廷大哥也曾在蓝宝石担任主持人 看到电视台的歌星纷纷登台作秀 现场歌声欢笑声不断 白嘉丽也来这边主持过了 杨小平 崔台青 这些人当初都是刚刚出道的 但是他们没有地方表演 在民间只有歌厅 电视台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上得去 为什么大家都要想看 人家没有看得到明星 在电视台看得到哪里 所以大家都要看得到六三级民放 甚至是怎么办 而当年的蓝宝石大歌厅是从巴德二路穿过这栋建筑 进入童爱街35项 而现在的蓝宝石已经变成一栋一栋的透天措 而河南二路则是后台一人从这里离开 而原本聚集在蓝宝石附近的戏院歌厅都已经消失 就是不见当年繁华 那边就做得很好的时候 不然有那个喜相逢 喜相逢的时候 对 还有一个京都 金都 还有一个金日行 那边这个旁边那时候那边的老烈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东南行 一个西北行 那边就说 哇 那个时候人潮是多 真的用客的啦 我在蓝宝石歌厅正对面 正对面开钟表公司 那个是45人啊 时间到了那个人很多啦 好几百个几百个很多啦 蓝宝石大歌厅 新盛于民国60年代到80年代 当年电视不普及 娱乐项目不多 到歌厅看明星表演 是流行奢侈的享受 但随着娱乐项目多元 歌厅秀渐渐变质而被取代没落 我是觉得 让人家回忆当初 当初蓝宝石盛行的时候 文化局要来重做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蛮有意义的 非常不错 让以前的人 我哪怕就这样的 这样的穿啊 这样的那些 都是这大白的民心的 在煮起 大家真是要去看 去回味一下 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 你现在要回味蓝宝石 也没有那种人会来做这个 出个量没有啦 高雄曾经是歌厅秀的发源地 虽然歌厅秀最后受到 黑道和恶性竞争的影响 退出娱乐市场 但在台湾的娱乐产业中 仍是不可磨灭的一夜 记者类伤帮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